但我太不公了 我這個認認真真做事的 靠自己的勤勞 我這個不是弄假的 我是做包子的 為什麼要把我的孩子偷走 我不把他找到 我一輩子我心都不甘的 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找到 找到這個才能重新開始 最早來深圳的時候那年輕年 那個時候賣包子 一天就賣兩千多塊錢 因為你每天要拼命地做 拼命地做 不能耽誤一天 這麼好的機會 這麼好的生意 那趕緊要賺錢 趕緊住 這就能夠改變命運了 我的孩子在晚上七點半鐘的時候 放到包子的門口被人家拐走 一萬個後悔 不該來深圳 自己馬上沒看好孩子 這個包 這個包應該我背了十年了 現在幾次第一個版本 就是這樣的 您現在還有這個電話 還是這個電話 電話也不感病的 我那個時候最早 我的手機是從來不會關機的 我每一個電話 不管是片子的 我都不會漏掉一個的 片子打電話過來 我都會跟他說了說出 說了說出 我有一次晚上 十二點鐘之後 我出去 四五個年輕人 他應該就是來深圳 沒有找到工作 我一上住 我就給他遞音 買的紅牛給他們喝 然後他看到我這樣對他們的話 然後就聊了聊出來 就說 你知道孩子在哪裡 你告訴我 我就把錢給你們 這個沒問題了 他最後這麼一番操作的話 他就不好意思了 他說我們還真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哪裡 我說沒事 但是你還幫我找一下 我在生存沒丟的時候 我是有脾氣的 後來就是經歷了這樣的事情 你實在是沒辦法 你就要跟這個片子說好話 你沒有人幫助你 還有片子好不容易打電話來了 你們在哪裡 我明知道他們 實不知的我孩子在哪裡 我還要出去 那時候我的媽媽嚇得不得了 所以這個生子弄丟失了 這個兒子可能又會出事 因為在這個人生低不熟的城市 我也是孫悅 是孫海洋的女兒 也是回家14年月57天的作者 那個寒假 然後我到深圳來 爸爸把我領回家 就是一個很陌生的 在白石州那個出租屋 打開門 打開燈 然後那個四面牆壁上面貼著 就是地底的尋人啟事 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報紙 報紙 報道 材料 那看到那些寒人啟事 我也大概知道是怎麼了 但是我其實沒有很理解 我不太理解說 一個孩子被拐了 他是很難找回來的 我可以說 我可以敢說 這每一根樹上我曾經都貼個寫明啟事 就這一樹上 你們想從這個白石州這裡出租啊 你都要看我的寫明啟事 但是就是不看 我這十幾年 我的確做了很多努力 做了很多就是家長不敢做的事 我到一頂鐘的時候 我跑到這個周圍啊 到處一些小巷子貼 我就在引起媒體報道 一個孩子丟失的 這不是丟失一個東西啊 為什麼我沒有媒體報道呢 我沒有他們的電話 我一個拿把信 我和這個記者的 根本就離得很遠的層次 只有這樣 我到第二天 真的我就接了個電話 我哥哥在旁邊 他說是不是聘職啊 怎麼有人打電話說是記者啊 但是我心裡有底 所以我一生中 我都記得這個劉凡 他是第一個媒體跟我打電話 說要來白石州 報道這個身軸丟失的這個情況 我沒有什麼路了 我每天早上起來之後 我就想孩子是不是在門口了 今天沒有回來 那怎麼明天吧 明天又沒回來 再一天吧 我每天早早的起了 把門打開 我看孩子是不是回來了 門口沒有孩子 我又會圍著這個房子 走一村 看是不是我開門開遲了 這個孩子玩到旁邊去了 這14年 我們說的是個數字 是每天每夜 時間太慘了 我總是每天都是這樣 每天都是這樣 把我後來弄得像神經病一樣 一個正常的人 他可能說這個 肯定神經壞掉了 我以前我覺得這些巷子裡 晚上的時候兩三點鐘都會走來走出來 走來走出來 有一個就是就住在這裡的一個 他認識我 他晚上兩三點鐘就進到我了 他說這個是假 我說這個是一 他又搞兩個指頭 這個是假 對 我說這是二 老婆沒有壞 真的 以前就有人這樣 他視我看我的 老婆壞了沒有 那14年真的不是人過的日子 那不是一個人過的日子 太累了 我動搖的就是有的時候我想 能夠從哪個樓上跳下去 我動搖的就是有的時候我想 有的時候我想 我跳下去的時候我的媽媽更加苦 她也會死掉的 你想到這些你就不敢跳下去了 我不是有的時候才臨下 才河北那邊 能不能讓我睡一覺 我就這麼睡過去了 那我的父母也好 我的妻子 你們不要怪我 不是我自己自殺的 之前我在深圳 我總是搬家 從這裡搬到那裡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樓上樓下的人 問出來了 哇 就是這個白癡之後 寻找那個小孩的 然後他們就在無意之中 幾個老婆 幾個人在一起說話 說家裡的孩子肯定找不到了 但是我的媽媽和一天到晚 還沒什麼事 她喜歡聽敲敲話 她剛好聽到了 後回來哭得傷心得不得了 我問她是怎麼回事 他們說孩子肯定找不到了 那裡孩子找到的 這個眼睛珠子都挖掉了 我趕緊搬家 趕緊搬家 我每次搬家我都會 痛下心來 我一定要把這個深圳找到 找到讓你們看看 我不找到我的家庭就完蛋了 像我的媽媽經常給我們家下跪 我的妻子 沒心情工作 那天 我憑聲音給我下跪 磕頭 我在地板上磕頭 總是她說是我弄丟失的 我說是她弄丟失的 最後導致她這麼下跪 給我磕頭 在平平地地板上 把頭磕破 這個聲音是很大的 砰砰砰 臉上都是血 再以後 孩子送我丟失的 送我弄丟失的 憑聲音真的不管你的事 我一定會找回來的 我的聲樂是站在旁邊的 孩子孩子也十歲 我偷人之間醒悟了 這個孩子 帶來多大的傷害 所以 我一直要關注這個孩子 我在那個時候我就想到 媒體千萬不能打擾他 我叫聲樂喊我說說說 我從那一次我的性格變化很大 後來我一直都是在關注這個聲樂的 希望不要傷害他 然後他去加拿大讀書也好 去新加坡也好 你要多少錢呢 你只要你想去的 想住的 你去哪個學校 你的想法 我都會很支持 希望能夠對這個孩子一些補償 其實我的經濟環境 我是不能夠做這些的 我希望能夠讓他們放鬆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你對自己可能太狠了 找孩子也是你承擔 教育之旅的關係 女兒的身心 身心你還要承擔這個經濟壓力 從他去讀書啊 從他去旅遊啊 沒有 我就是覺得 生怨我殺了父親 生怨我殺了父親 很多東西我必須要這麼做 應該我做的 其實書裡你也提到 別人承擔會英雄 你會覺得他不是英雄嗎 因為我怕別人去 英雄化他 把這個標籤貼在他身上 那可能就不會去接受 他是有缺陷的 他是有弱點的 他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就是這個標籤 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但是對我個人來說 就是我的父親是我的英雄 有一個有一個人 就是我的一些 這個就是它 就是它的一個人 這一個人 要是我的天 我跟我有一個人 都是家裙子 有什麼人 我剛才 也真的是那些人 但你看我 我又不得了 我其實那些人 我抱著身族了之後 我第一時間 我趕緊跟我把手機拿過來 我要跟奶奶打電話 昨日早大了 還長很高了 身體健康好好的 快看 快看 這有視頻 奶奶看到這個就引了牛 這14年 我像一個正人一樣的解脫了 終於解脫下來了 現在你們父子一塊生活了 還有多長時間 有差不多快一年了 大半年了 她的性格和小時候完全不同 不是我小的時候 戴著身著的這樣一個性格 就是很規規矩矩矩的 很紛爭的才弄她的事 她就是很善良的那種 我覺得這很好 這段時間你會跟她談心嗎 我從來不會跟她聊 我是怎麼尋找她 你到底恨不恨吳飛龍 吳飛龍是拐著她的研發者 我從來不問她這些 因為我怕她知道 父親寻找她這麼痛苦 不用知道我這些 你當我身邊開開心心就好了 你沒有壓力的你放鬆 我跟她聊的就是 希望她能夠在這個家裡 能夠像聖輝聖略他們一樣 我還有的時候問她 我爸爸有什麼問題做得不好的 你可以跟我說啊 你不要有壓力 你就這麼放鬆 你到我們家裡來 你可以把同學都邀到家裡來玩 包括山東那邊的同學 你都可以和他們一起到外面旅遊啊 你放鬆就好了 如果說有些壞的毛病 我會教她的 這樣弄不得 經常的話 有的時候不是玩手機嘛 我說我告訴你啊 你這個手機不能玩遊戲啊 特別是在大人的命中 你不要玩手機啊 在桌子上吃飯 我們如果是有客人 我們在外面也好 在家裡也好 這個桌子上有大人 你千萬不要動手機啊 我不會說一些壞毛病 讓他隨便亂來的 走了 葉子 這包是自己買的嗎 這個是朋友送的 送給我們的 送到我們家之後呢 我們就想重新給它起個名字 剛好是中秋節那天 我們在一家人在爬陽台山 然後呢 我們在爬山的時候 我就在河村會在爭 我就說 要不我們去問哥哥 就是孫卓 結果呢一問他 他說叫葉子吧 然後媽媽當時就很驚訝 媽媽就跟他說 你小時候口齒不清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叫我月子啊 只有孫卓 他當時比較小 他喊我喊的是葉子 他喊習慣了之後 到後來就習慣性地喊葉子 所以說我其實在他那裡就是葉子 結果過了十多年 他突然又說叫這個小貓要叫葉子 我也覺得很神奇 他自己說他不記得 你家的孫卓融入到你這個家嗎 我覺得融入得挺好的 我現在可能最大的願望 對他來說最大的願望就是 趕你在這邊多交幾個 特別好的好哥們 對於家這個詞的理解 這幾個月有什麼新的變化嗎 對家的這個理解沒有變化 但是對他的感受變了很多 就是曾經可能對家的感受是 沒有特別好的一個感受 就是我們 比如說像逢年過節 我不會說 就可能其他的同學 放一個三天的什麼端午假期 對吧他們肯定是要回家一趟 但是我可能就覺得回不回 那都一樣了 但是現在的話就是很想待在家裡 我現在就是每天 基本上每天待在家裡 然後我同學在佛山那邊 他就喊我過去合租 可能以前我就會去 但是現在我就覺得 我很想賴在家裡 就是很想賴在家裡 很想待在家裡 和大家相處 就這種感受變了 其實在書裡我看到有一個情節 就是每當有一個好朋友很激動 你打電話來 這個海洋我那個誰誰好像要找到了 你的第一反應都是壞了 對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 為什麼我付出了那麼多我沒找到 找到不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怎麼就找不到呢 你像我的孩子生竹找到之後 豆小花 他一屁股就住到垃圾地裡了 完了 真的完了 我們一個家長傳了 豆小花把信息發到裡面 生竹找到了 半年三更 發這麼個信息 很多人沒有回話 他說你們還睡得著 生竹已經找到了 他的意思就是 天都塌下來了 你們還在睡覺 每一個人真是你經歷到那種事了之後 你就是有那麼一種自私的 如果說每一個都是孩子的人 真的是不理解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心理 你孩子找的是個開心的事情 怎麼聽到塌下來了 真的就是這樣的 還有一種就是像這種人 他的孩子找到之後 他以後就不會跟我們一起找孩子了 這個人他的影響力這麼大 能夠有他一起 我們的孩子就希望很大 現在他的孩子找到了 那我們真的玩了 所以你真的像他想不想的一樣 後來你就 沒有 我還一直伴著他們尋找 我放不下的這種關係 像一家人一樣的 你今天在北站那邊拍啊 對 這是拿著什麼 振著者的書吧 書包 對 衣服 紅包 毛衣啊 小福啊 還有紅包啊 手裡的網啊 等找到了之後 把這些東西啊 全部都弄到花開裡 行刺成那個網 是啊 希望更多人能夠幫忙 能夠 振著這個小米奇啊這些 都能趕緊找回來 其他家庭的孩子還沒找到 他們陪了我14年 我應該搬出他們 我是太幸運了 我現在想 我對他們 我應該無條件地幫助他們 所有的孩子都回家了 才是真正的团圓了 我打開那一份 記載了三千多個名字的名單 伸出手指 一個個撫摸過去 那些名字多麼微不足道 在一個最不重要的角落 發黃 褪色 被遺忘 故事沒有講完 也永遠講不完 多年以後 這些紙張會被住壞 名字也會被我漸漸遺忘 但是在這人世間 一定會有人日夜呢喃 這些早已被剝奪 和被抹去的名字 直到我們都變成墓碑 可是墓碑之所以存在 就是為了銘記 可見什麼都未曾消失 不過是被大雪掩蓋了 總有一個明天 會積雪盡消 到那個時候 我們抬頭一看 只見每個人手裡都舉著火把 我們會不會進去的 所以思考